大家好,这里是澳洲东方华语电视台的缤纷素食 我是小红 我是东东 今天呢我们缤纷素食呢给大家将要带来一道西餐 东东啊,你最喜欢吃什么西餐 我最喜欢吃土豆 哦,那太好了 今天呢我们这道菜里呢就有土豆 土豆呢对我们素食者的营养价值呢是非常丰富的 啊,对啊,土豆里啊含有丰富的心 嗯,你知道吗 对于口腔溃疡呢,愈合呢有很大的帮助 哦,是吗 我还头一回听说这个吃土豆呢能够帮助口腔溃疡的恢复 那么呢我们今天呢这道菜呢里面呢就有土豆 我们请出今天的大厨,我们的美玲姐上场 欢迎我们美玲姐今天做客我们的缤纷素食 大家好,我是美玲 这个俗话说啊,高手在民间 我们美玲姐呢可是一位民间高手 小红过奖啊 那么美玲姐今天你将给我们带来一道什么西餐呢 就是奶油炸土豆 哦,奶油炸土豆 那么原料都有什么呢,你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原料呢就是有土豆 土豆,对,然后呢就是树肉 树肉 青椒 好的 红椒 菠萝 还有就是洋人的那种labor cream 哦,labor cream 然后就是cally paste 哦,这个cally paste就是咖喱酱 咖喱酱,对对对 为什么您不用咖喱粉呢 因为咖喱粉呢我们还要调比较比较麻烦 所以直接买这个cally paste呢比较容易 哦,那什么地方有卖的呀 那亚洲商场都有卖 亚洲商店都有卖的 哦,亚洲商店都有卖的 这个就是牛油 哦,牛油 好 然后这个就是菠萝的水 菠萝水,哦,那这个菠萝用的不是新鲜菠萝 哦,不是,是罐头的 哦,罐头菠萝 然后呢,这个汤蒸就放在这里作为调料 对 好的 还有呢,这个就是普通的creme creme 普通的creme 对,这个就是沙茶酱 哦,沙茶酱 哦,沙茶酱 哦,这也是素的沙茶酱,对吗 对,素的沙茶酱 哦,一般的亚洲的店里都有卖 都有,一般亚洲都有 嗯,好,那这个还没有听说过这个西人的这个 我们这个奶油焗土豆里面用沙茶酱的 这是您自创的吧 对,我就是用这个中西合比 中西合比,对 因为刚刚全部用奶油呢,它可能比较太油了 太油了,哦,所以要用沙茶酱来把口味融合一下 哇,这真是别具一格啊 美玲姐,独创的 独创的 好,那我们开始吧 美玲姐,那我们这个土豆的用量大概是多少啊 大概两公斤 哦,两公斤,两公斤 这么大的这个土豆呢,我们两公斤左右 那这土豆为什么要切成这个形状啊,滚刀块呢 因为其他的材料都是切成钉 切成钉 然后土豆呢,切成滚刀块呢 它会比较容易吸收里面的汁 哦,吸收里面的汁 哦,比较容易入味 哦,如果切片的话呢,有可能在做菜的过程中就化掉了 哦,所以要切成滚刀块 哎呀,我还不会切呢 冬冬,咱们要请玲姐教教我们吧 对,给我们做个示范 好的,把这个滚刀块怎么切呢 所以,土豆呢,我们先要把它煮熟 就是冷水下土豆差不多半个小时 冷水下土豆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 去皮吗?先去皮吗?还是 我一般呢,我是喜欢保留这个皮 保留这个皮 哦,保留这个皮 然后煮好后才来剥皮 那可能比较容易包对吗 也对,它不会这么容易在包的当中就化掉还是乱掉 哦,而且呢,我们如果抛皮后呢 包的,刮成它的外表呢,会有 不是很好看,会会爆掉一点 好,所以呢,这个土豆一定是带皮冷水煮半小时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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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火 哦,中火,中火煮半小时 好,嗯,嗯,嗯 好,现在我就介绍大家怎么切滚刀片 就是先把土豆开成两边 嗯 然后半边再开,开边 四分之一切开 对,四分之一切开 然后就是这么切 最好在切的当中呢,能够大小一样 不要有的大有的小 大小均匀 大小均匀 美丽姐,我们是小火开始哈 小火开始 小火开始 哦,小火 现在我们就先放牛油 好 先把牛油融,先融掉牛油 这个让牛油完全融化 这个让牛油完全融化 对,然后我们就可以放啊 那个咖哩配下去了 哦,再放这个咖哩酱 咖哩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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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谢谢 谢谢 我们可以先把咖哩酱爆香 嗯 也是融化后呢,一起 给酥 沙茶酱一起下去 好,待咖哩酱 跟牛油完全融化以后呢 我们下入这个沙茶酱 对 好,我们现在呢 这个沙茶酱 咖哩酱都全部都融融了 我们就可以 把酥肉下去炒 好,待三种完全融合以后呢 下这个酥的 酥肉 酥火腿 酥火腿 先炒香 现在我们火可以开大一点了 好,在炒酥火腿的时候呢 调到中火吗 可以调到中火 调到中火 嗯 这道菜呢 没什么难度 就是把全部的 啊 材料 一起炒过后呢 放在 啊 烤炉里面烤 哦 嗯 还有,现在我们下 啊 青椒 青椒 这个青椒的量 大概就是一颗青椒 青椒 啊 现在下红椒 也是一颗 红椒 好 这个酥肉下锅以后呢 嗯 翻炒一下 化了颜色 就马上下入青椒和红椒 对 然后小红你给我 菠萝 嗯 好的 OK,谢谢 非常期待啊 放了菠萝 会是什么样的味道啊 哎呀,现在你就能看到这个 这个颜色是搭配的很漂亮 我们全部材料炒 好 精灵后呢 就下土豆 好 好 下土豆 看来这还是要准备一个比较大一点的锅啊 对,这个锅太小了 嗯 美玲姐呀 这个两kilo重的这个土豆啊 嗯 我们够几个人吃的呀 大概五六个人 五六个人 应该没问题 哦,五六个人 那如果是小家庭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按量减半 对,可以减半 但是这一道菜呢 是小孩子比较适合他们的胃口 嗯 我们把全部也是一样把它炒均匀后呢 我们就可以下那个奶油 嗯 最终还是要进烤箱的是吧 对 这道菜我们炒一炒呢 它会比较味道比较香 嗯 嗯 嗯 好 这也是我们中西合并的做法哈 对 这个土豆看来是必不可少的 好 现在小红你给我奶油嘛 两个都可以一起下吧 好的 嗯 谢谢 好,谢谢 谢谢 这个奶油的量大概有100毫升吗 150跟200 那label cream呢就是150 哦,double cream是100 嗯 普通的就200 好的 这个 因为这个double cream的这个味道啊 更容易一点 更比较香 比较香 嗯 但是如果你不怕太浓的话呢 多一点都无所谓 你是按照自己的口味 对,按照自己的口味 来加点那个料 嗯 好,现在我们加一点盐 这个盐 这个盐要加多少合适呢 盐 两茶匙 现在没问题了 两茶匙的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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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好 嗯 好 现在我们最后把菠萝的汁给倒下去 哦 原来菠萝罐头的汁是最后倒下去的 是最后倒下去的 好,现在我们可以熄火 然后把这些材料倒在一个大盘里 好 好 那我来帮您啊 好 谢谢 不客气 我们要把它放在均匀一点 不要全部堆在一起 好 就是说 弄平 然后呢每个角落都放满 哇 现在都已经闻到香味了 对 好 好 好了 嗯 嗯 一定要把所有的原料平敷在烤盘上 平敷在烤盘上 这样才烤得均匀 对 而且汤呢 一定要给它均匀 哦 对 美玲姐啊 那现在呢 已经放进烤箱里了 那么大概要烤多长时间呢 我们会烤180度烤20分钟 烤炉先浴热5分钟 哦 预热5分钟到180度 对 然后呢再把这个成品放进去烤20分钟 烤20分钟 因为材料全部都煮熟的 只是烤它有一个香味 对 那土豆呢我们先要把它煮熟 煮熟 煮熟 冷水 下土豆差不多半个小时 煮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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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茶酱一起下去 这个沙茶酱 家里酱全部都融融了 我们就可以把素豆下去炒 现在我们下青椒 青椒 这个青椒的量大概就是一颗青椒 青椒 现在下红椒 也是一颗 小红椒 哇 菠萝 全部材料炒 精明后呢 就下纸豆 好 现在小红你给我买油嘛 两个都可以一起下 好 得了 好 现在我们加一点盐 可以挂一点点糖 下去它的味道比较融合 好 现在我们把最后把菠萝的汁给倒下去 哦 不能挂得精明 要全部堆在一起 便宜着5分钟 180度 我们会烤180度烤20分钟 你看现在土豆都已经焦了 是不是可以取出来了 可以了 不是很熟 好烫 闻到香味吗 闻到了真是太香了 色香味俱全 味道什么样 小红 这个菠萝酸中带甜 还有这个裹着这个咖喱和沙茶酱的味道 真的是别于一格 嗯 这个土豆啊 又酥又软 而且还裹着浓浓的奶油香味 真的是色香味俱全啊 好 谢谢你们都喜欢这道菜 谢谢美玲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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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希望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能够在家尝试 并且喜欢这道菜 好感谢大家收看澳洲东方华裔电视台的缤纷素食 我们下期再见 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